每一比方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按讚加分享 也可以追蹤我們的粉絲團 還有追蹤我們的IG 嗨大家早安 我現在在北海道的千穗 後面呢 這個是千穗的水族館附近的稻汁站 很近 那是離千穗站大概開車三分鐘就到了 那我們現在簡單來開箱一下今天的主角 隱形露營車 INDY 108 它的車身真的是很小耶 沒有很誇張 就是原本想說是不是很巨大 很害怕太龐大這樣子 那沒想到就是 其實車子還算小小的 我是停在這個稻汁站 如果你有收集這個北海道的稻汁站 可以買一個小車子 其實非常有趣很好玩喔 車子車門鎖 然後開鎖 這個是後門 就是你的房間 這樣想 你開車的地方 跟你的房間 你的小房子 你的房子的鑰匙 所以這樣很好記喔 那你開車門的時候 有時候這個也是可以開的 這個也可以開鎖門 開門 然後這邊有這個雨遮 前面的操作呢 就是跟一般的一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送頭戲其實是 是裡面 再來開房間囉 是鎖 這邊是開 就打開了 來看房間吧 那我們進到車子裡面呢 就要拖鞋子喔 裡面有電 地墊很乾淨 那這邊呢 裡面也可以自己鎖門 這就是鎖門 這就是開門 窗戶呢 它是雙層玻璃喔 這樣看得到嗎 就跟飛機一樣 是雙層玻璃 這裡也有這個遮光的 這樣子 外面就看不進來 我們這邊有收納 可以放拖鞋 好喜歡 好幸福啊 行動的小套房 有 你看有廚房 有客廳 這還是可以變成臥室 很棒吧 等一下 我們回到交車當天 有更仔細的畫面 我坐的露營車來了 來來來來 現在就是要鎖部分 它就是中控鎖的部分 中控鎖 按開的話這邊就可以打開 對 這邊也可以直接鎖起來 這邊也可以直接打開 對 鑰匙跟這個都可以做使用 那這個前面後面是分開的 後面是要直接把鑰匙 按這個 嗯 先轉 我懂我懂我懂 知道 跟Smart層一樣 鑰匙會收起來 然後轉開 嗯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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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石裡面的骨盒這樣 好喔 看一下 那超過的骨盒的話 這邊都可以折光的 嗯 對這樣子 好 好 然後這邊一樣有 沙發 對 沙發 好 然後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邊的部分 那我們裡面都要鋪鞋 所以鞋子要鋪在外面 好 好 主電源的部分我們就把它打開 嗯 打開之後這邊都可以做使用 這個室內燈 嗯 室內燈打開之後 這邊一樣也可以做做 這樣 嗯 這個 這邊的 這邊的 第三個是這邊的水的部分 喔這是水 對 對 哇 這可以拉長 嗯 很棒 可以拉到外面去做使用 這樣子 拿起來可以把水漏到下面去這樣子 那我們只能洗手 嗯 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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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污水的話 這個污水它會流到這裡 所以你再把這個拿去倒掉 倒掉 那要裝水的話 你要把它拿去廁所 裝水也可以 好的 對 或者拿那個保測品過來抓 好 好 然後就可以看 就可以用這個 就是插頭的墊 然後跟那個暖氣 喔那是暖氣 對那是暖氣 那暖氣是吃油的 排風在這裡 對排風在下面 所以腳要小心 好暖氣是加氣 是吃氣油的 是吃油的 對這樣子 剩下是吃電的部分 那我們電有三種充電方式 第一個就是開車的時候 還有一起充電 不是 這個是那個類似 因為是B還有那個 典煙器的那個 可以讓你充電的 對 那車子的充電有三種方式 第一個的話就是 開車的時候也可以充電 對 第二個發動引擎也可以充電 第三個就是外接電源 好的 對 所以就是三個充電方式 這是供電的方式 這樣 抽屜 好 然後這個的話 是外接電源的充電線 好 等一下跟你說插頭在哪裡 對 然後這個是外面那個 側邊帳的部分 那側邊帳我們只能在露營區做使用 對 從車場啊到路休息站 高速公路休息站 很難下 我懂 那風拆帶也不能做使用 因為我們本來的風很大 對 因為側邊帳很輕 它容易就吹壞 對 它如果吹壞的話 收不起來你車子就會開不了 所以你用側邊帳的時候 一定要非常的注意 這樣子 對 啊收的話一定要把它收好 不然你沒收好的話 你開它會一樣跑出來 你的行車上會造成危險 這樣子 了解 對 它這個是那個魚釘的部分 會被這樣下固定的地方 對 然後這是一個 卡士儒 鋪個頂 它這個很像 看它弄到那個 所謂的窗簿嗎 什麼的 你會危險 所以盡量把它遮一下 這樣 打開這個的時候啊 記得 就是要把 要開窗戶或開門 因為它空氣對流 嗯 我懂要的戲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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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那個 台灣的歐穴的車訂不到 然後就來這邊開一天窗 不是 開頂棚 對 樓中樓 它有一點硬 所以你要花一點力氣 然後把它砍上去 好 就是把它這樣扳開 對 快推就可以了 但它不能推到90度 大概就是腳而已 然後就稍微 挑著一下 嗯 通風啊 有安全啊 對 行車的話一定要把它關起來 有兩個窗戶會飛走 喔 會催壞 因為你知道我們對風 它是啥啥 嗯 上它就是遮光 嗯 這個可以固定 就是可以打架子 喔 了解 桌子 對 上台 上台 好推進去 這個時候起來 然後一樣就是 扣子扣起來 等一下扣起來 對 對 好 拿起來之後在這裡 在你後面 啊這裡 對 OK 頭枕先拿起來 你座先往前傾 座先往前傾 座先往前傾 嗯 然後把這個放倒 然後就先把這個拿起來 然後這邊也有桿子 嗯 有看到 三個桿子 桿子要快吃 要在這邊 嗯 這個有空洞的地方 嗯 這樣 好 好 把它扳起來 這邊是要做女家喔 這才會冷靜 哈哈 要練 要練喔 你們有附衛生紙 垃圾袋 嗯 那我們垃圾的話 要幫我們做距離 好的 然後不留在殼上 好 對 然後因為你有租那個兩罐 欸卡士爐的關係 所以不兩罐瓦斯 好 對 沒有租就沒有齁 好 沒有租 好 可以讓你做到少的 好 然後我們這邊有一些注意事項 好 那我們這台車啊 伊迪亞加的話是Lag 嗯 就是這個紅色標誌Lag 嗯 這樣子 然後我們現在 紅色的汽油 對 對 台灣是95 日本叫Lag 好 然後我們現在油箱是滿個回程 最後一天滿車的時候 可以幫我們把油箱加滿 好 好 然後我們三個加油站 你可以 就在這附近而已 好 這邊就是卡士爐 這是烘刃組 烘刃組 然後那是露燈 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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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邊罩 那是很方便喔 是那個搖桿的喔 台灣應該很少見這種的 車邊罩是搖桿的 要在露營區才可以打開這個 車邊罩 再來就是油箱蓋 這邊搬一下 就可以打開了 可以這樣旋轉開來 或者其實是請加油站的人幫你 幫你加油這樣子 幫你處理就可以了 停車的時候稍微注意一下 你後面是有腳踏車架的 那如果常在開RV車 有自己有駕腳踏車架 應該就滿習慣的 不過我是第一次開這樣子的車 所以我自己要特別注意一下 就是在停車的時候 稍微注意一下這個的距離 車架的距離 我是在台灣先上網預定 不只有中文的網頁還有中文的客服 選擇輕巧車款 相信我女生可以輕鬆駕馭 非常適合一個人旅行 兩個人剛剛好 兩大一小可以 兩大兩小OK 可能有點急 有IG和Line客服非常方便喔 Mijino Eki鮭魚公園千穗 鮭魚連接千穗和小樽的國道337 每年都有鮭魚在千穗穿逆遊玩上 印度水車捕捉鮭魚的風景 是千穗的季節性傳統 此外距離新千穗機場 和北海道高速公路千穗IC約10分鐘 北海道的觀光起點 Mijino Eki花鹿會亭 指定是花水綠田園 有一家使用當地食材新鮮處理的麵包店 充滿木質食感的建築 和室內路易風格的座位 好多可愛的伴手禮 鮭魚軟眼罩緊整 有茶店 換手禮買不完 車流量超大的國道36號 有機會記得來打卡 接著開始我的倒秧環遊 一開始還是有點緊張 畢竟是人生第一次開露營車 雖然在日本已經有三次的道路駕駛經驗 所以左駕對我來說已經不是問題 還記得在千穗機場詢問遊客中心人員 北海道哪裡有又直又長的路 後來我才發現北海道寬敞筆直的路太多了 這是國道36號 從雜黃金扇小木到市蘭 Casco和休息站都在這條路上 省道16號知戶湖公園線 連接千穗室 連接千穗市和善小木市之間 沿著清澈的千穗村 就是有鮭魚會逆遊而上的河川 與北海道道872知戶湖公園自行車道並行 又叫知戶湖天空之路 沿路享受北海道森林之美 開著露營車自由自在 遠離市區道路就是爽啊 也是一條很棒的重機路線 這是五月底初下新綠的風景 也許秋天路樹會變成紅黃綠 全線二十多公里 有機會千萬不要錯過 接著我們接到國道463號 即將來到知戶湖遊客中心 停車場超大的 自助投幣收費哦 等一下 你有看過這麼漂亮的小木屋廁所嗎 來大開眼界一下 你沒看錯廁所有桌椅 還有電話停休息區 五月的北海道竟然還看得到櫻花 真的超幸運的 還有超美竹湯 在湖邊泡竹湯看戲 這才是人生啊 紅紅的三線鐵橋好美哦 知戶湖位於北海道千穗市 四萬年前火山爆發行程的火山口湖 是日本最清澈的湖泊 北海道的湖 我要收集了一個叫知戶湖 我剛剛查了一直都不知道它該怎麼念 來看這個鐵橋是景點 超級美的 鐵橋還有路燈哦 來看一下 路燈好可愛 你看現在正是夕陽的時候 超級美的 然後我就變簡易了 好沒關係 湖真的很漂亮 本來就覺得看地圖覺得 小小的 每次都這樣看地圖就覺得還好吧 來了就覺得哇 旅行就是這樣 覺得很有趣 就有意外的收穫 很漂亮 其實也有天鵝船 早一點來的話 應該還蠻好玩的 很多可以體驗的 餐廳跟遊客中心現在關了 現在是6點23分 我們的露營車呢 還沒有開啟睡眠模式 我們等一下就要去開啟睡眠模式 還要去覓食一下 有可愛的天鵝船 下次記得早一點來 知乎湖可遠眺 會亭月 風不死月 尊前山 是一個被群山包圍的淡水湖 在這裡欣賞夕陽超愜意 跟大家講一下喔 觀景台其實是在這裡 雖然鐵橋那邊也有啦 但是我們路況不太熟 比較簡單的方法是 這個遊客中心 遊客中心過來 這邊有個神社 有個神社有沒有看到 神社 正前方就是觀景台 很漂亮可以拍到兩座山 超美的遊客中心 超美的遊客中心 知乎湖溫泉街 我們太晚來了幾乎都打烊 決定下山到善小牧市區 發生了一個超級大的超市 這兩座山到善小牧市區 這個我喝過了 這兩個都還沒有 發現迷你版泡麵 各種口味都有 不怕晚上吃太多 又可以暖暖胃 還有寶可夢的 也太可愛了吧 不過迷你杯沒有比較便宜喔 今天的晚餐 吃泡麵啦 和牛奶 超超健康啦 很不錯的休息室 雨冬內湖休息站 早安 又是嶄新的一天 這湖面日出也太美了 湖面像一面鏡子 雨冬內湖是國家級野生動物保護區 很多賞鳥人士都會來這裡 很幸運看到這浪漫指數破表 冒煙的湖 這是因為冷空氣遇到暖暖的湖面 導致水蒸氣蒸發產生霧氣 像水墨花一樣的景色 如夢似幻的清晨 美得讓人遠離塵消 這就是北海道 休息站有大面的景觀窗 愛鳥人士們千萬別錯過 這裡有250多種鳥類 幸運的話可以看到這些鳥 日本開著露營車在道之一打卡 到底有多熱門 休息站前第一排全滿 我就是在這裡刷牙洗臉後 被日本阿公阿嬤搭訕 我的迷離露營車超受歡迎 你看普通停車位完全沒問題 遮光布是標配喔 終於等到9點 休息站開始營業 Information電視牆也太大了 超多資訊外還有繁體中文喔 有觀光景點地圖 哇你看 有美食餐廳但今天沒開 休息空間很美 我們就在這裡吃早餐 收集一個印章 半手裡琳瑯滿目 開車機會來了就會到了趕快 不然你什麼時候還會再來不曉得 好等一下有口味 到之一即將活動海報 休息站廁所不只乾淨還有暖氣 北海道的廁所一間比一間美 還有衛生紙喔 下一集我們要到登別地獄谷 還有超美的大橋 空拍機視角的洞野湖 還有休息站美食 敬請期待